为什么我们叫汉人?有人说,任何一个民族称呼,的形成,都是在其民族形成初期产生的,那为什么我们不叫下人,商人,周人,秦人,而非叫汉人呢? 在秦王扫六国的同时,匈奴的杰出领袖冒顿禅于率领部族击败强大的东湖和越士,使弱小的匈奴成为大漠的王者,也就是从这时开始,匈奴这两个字,成为中原农业帝国的梦魇。 公元前二百年,汉高祖刘邦携处汉争胜之余A,率三十二万步兵争炮骚扰长城一线的匈奴,此时匈奴当刚崛起,中原军队还不知其实力,矛盾每日以百千老弱十足有敌,刘邦信以为真,一将与勇追穷寇,一路追杀下去,结果到了白登山,匈奴四十万精锐起兵一夜之间将汉军团团包围,老刘贴亮一看四周那些如狼色毁, 虎的匈奴骑兵,连打的胆子也没了,只好派陈平偷偷跑到茂盾正式夫人那儿走后门,送上厚礼,又使了一招反美人计,这才换得茂盾网开一面。 白登一战,匈奴为名远播,而中原经过秦末连年战乱,元气大伤,连刘邦上朝想找四匹毛色相同的马,拉车都无法办到,拿什么去跟匈奴对抗,于是汉朝只好采用和亲政策换了一个修养生息的机会。 但是这种和亲政策,毕竟不是平等条件下形成的,无法与盛唐强汉时期的和亲相比,所以匈奴人并未停止骚扰汉朝北部边界。 这种情况一直为时了七十年,其间匈奴年年小贩,时有大贩,基于实力悬殊,汉朝一直忍而不发,暗地做军事准备,最主要的就是全民养马,整个汉军由不向其转化。 到文静末期,汉朝元气大增,国库里的钱堆积如山,因为长时间不用,连串钱的绳子都腐烂了,很多地方特别是在北方,家家有马,人人善起。 这样,汉朝等待了七十年的时机终于来到了。 公元前一百二十七年,匈奴入寇上谷,于阳一线,汉军级将军魏清帅汉旗数万出云中,击杀匈奴数千,收复河套地区,涉硕邦等郡,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直接威胁。 此为第一次汉征匈奴,殊试探性质,匈奴未受重大打击,不久又以数万其入寇带郡,杀太守。 元术五年,六年,魏清帘帅大军出赛,颇有斩获,匈奴逐渐意识到今日之汉已飞过去。 被若汉了,前一百二十一年,年仅十九岁的汉票齐将军或去并率安起出龙溪,过烟之山千里与匈奴主力遭遇,铁骑护冲,白刃相接,匈奴大败,汉斩掳手一万八千,同年下,或在率数碗铁骑公骑连,杀巫术,扶三万,的匈奴王纪天津人。 这两仗打下来,匈奴才算开始真正吃到汉军的苦头,于是破天荒地,匈奴修徒王和魂邪王率四万部署来价。 因为这种事在汉兄关系史上从未有过,汉朝臣纷纷议论可能是诈详,不受位上,或去并立排众议,率安齐前去受降。 前一百一十九年,汉对匈奴发动了决定性打击,大汉铁骑十万,步兵集资重数十万,兵分两路,由魏清和或去并分别率领,东西并进,横渡大漠,魏清借机派万于京旗左右包抄,乘风而进。 一举将匈奴包围,汉军铁骑本就飙汉过人,再加上于飞沙走时,昏天黑地之际乘风而来,一时又如天兵下凡,匈奴间接赶裂。 战至此时,胜负已定,匈奴被斩首级一万九千级,大蝉鱼锦帅百旗远顿,连大印和夫人都没顾上代,或去并一路更是显赫。 其军入匈奴境两千余里,与匈奴左贤王站,斩首七万余,然后乘胜追杀,一直到大漠极北的狼居须山,境外蒙北端,数日不见匈奴踪迹而返。 在归国之前,因此薄发的年轻统帅获去并登上狼居须山,南面中原,涉谈败计,并立战胜碑于山上一资纪念。 从此,中国成语里多了一条封狼居须。 此战之后,匈奴打寒,几年后赵破奴帅大军在出赛,竟然出现,了千里不见匈奴踪迹的怪事。 圆风圆年,汉武帝亲率铁骑十八万出赛,匈奴竟不敢战。汉武帝干脆派使节去大蝉于纳宋战书,教他能战则战,不能战则将,蝉于大怒,大怒归怒,打还是不敢打,最后只好灰溜溜的千岛被加尔湖受罪去了。 汉武登蝉于台,标志着汉之天威的鼎盛之时,从这时起数百年间,中国周边再也没有能与中国抗衡的力量,总体和平,在强有力的武装和打击的保证之下,终于来到神州大帝。 对匈奴之战是汉代持续时间最长,规模最大,也是最具重要意义的战争。在同时代,还有汉征大渊、汉征南越等一系列战争,战争的结果是持久的和平和丝绸之路的开通,而汉朝子民也可以自豪地对无法无天,的外族宣称俺是大汉子民,俺是汉人,别忘了俺陈都内说过犯强汉者,虽远必诛。 2000年前,我们的祖先用铁语血告诉强权,我们是汉人,汉人不可辱,今天,我们将会用什么,告诉又一个强权,我们是中国人,中国人不可辱,我们拭目以待。但愿在过两千年,用汉字印刷的历史书上会再出现异形,犯我中华天威者,虽远必诛。